5月10日 鞋黄御元 551 旗下保性 3813 股價最低0.66元 當晚宣布要一盈利按年激增1.2倍 翌日股價最高0.90元 爆升36% 現價0.69元 較要一職前高出不多 上週五收市後 公司發出超級營起 中期盈利遼岸年飆升16.5倍 將可挑戰5月前高 1.保性以前的高位很高 公司2008年6月上市 IPL價3.05元 御元持有62.15% 2017年尾 保性跌至1.13元 2018年1月 御元的母企保性工業台 9904 即保性的 亞耶公司 以每股2.03元提私有化 未有成功 保性期後炒上3元 現價只及當年私有化作價3分1 4年前公司市值最高160億元 現時只餘37億元 2.2022財年 12月年結 保性營收186.4億元人民幣 跌20% 順利0.89元人民幣 大跌75% 去年國內新冠疫情嚴重 部分時間封城 保性又為存貨撥備 業績大受影響 3.上周五營起指 上半年盈利料達3.05億元人民幣 按年飆升16.5倍 以相等於去年全年的3.4倍 原因包括國內防疫措施與社交距離措施全面鬆綁 線下消費者流量復甦 以及去年低基數效應等 2023全年盈利預測6.1億元人民幣 PS0.12元人民幣 由去年低基數回增高達5.9倍 P大降至5.2倍 較六年平均16.6倍折讓七成 同時吸引的視 預測PB僅0.38倍 較六年平均0.97倍折讓六成 4.體育用品股估值一般不低 5.去年底 保姓手上淨現金7.34億元人民幣 遠勝前年底的淨借貸3.48億元人民幣 大改進是因為存貨與應收帳齊齊減少 現時財政是歷來最佳的 可憧憬復派發正常股息 母企預言派息比率高達77% 保姓以派息比率40% 預測股息率已達7.7厘 6.今年以來 共有10宗上市公司私有化事件 較過去18年平均每年高出一倍半 股市低迷 大股東趁低價私有化 相信陸續有來 可憧憬台灣 亞爺 大股東再提私有化保姓 大股東現在私有化 所需成本較五年前更低更划算 保姓現價0.69元 目標PB0.6倍 可見1.09元 潛在升幅58% 高盛 7月1.65元 折合PB0.9倍 交銀國際 6月1.52元 大股東若然再提私有化 更是上上大吉 當年私有化條件 GPE21倍 PB1.4倍 GPE21倍 GPE21倍